歡迎大家收看世界越來越爐 9月4號到6號 中非的合作論壇在北京召開 這個大概也是疫情過後 北京最大的外交主場 在這裡有中非峰會 部長級的會議 高級別會議等等 那當然昨天晚上 我們看到就是亮點 習近平夫人彭麗媛 跟習近平一起主持了歡迎晚宴 那當然彭麗媛 還是現場的焦點所在 那另一頭習近平也發布了 駐久慈那裡面有情感的部分 他說他自己曾經 十次訪問非洲 然後希望共同發出 全球南方的時代強音 這個論壇總共成立24年 那三次峰會 八次部長的會議 那我要先問介老師的就是說 可能臺灣民眾 對於非洲的觀感 可能還停留在過去吧 此刻的非洲真的跟過去不太一樣 很多經濟學者形容 它是現在全球引擎的一個 全球經濟的新的引擎 那它的經濟增長 都優於全球的平均值 所以可能顛覆大家的觀念 當然中國大陸不是這麼現實的 從現在你經濟起來 我才跟你合作 你看光這個論壇 就已經24年了 你怎麼看待中國大陸的 我覺得真是有遠見 深根布局 對 其實應該是七八十年的 一種努力 對中國大陸來講 而且是中國大陸主動 中國大陸主動 你知道就是說 中國大陸外交要分階段的話 就是1949年 一直到改革開放這段時間 我們一般都認為 就是革命外交 革命外交就是有特別使命的 所以習近平他講話裡面 特別講了 當時非洲 中國大陸是跟非洲人民 一起站在一個反帝國主義 反殖民主義 反霸權主義的角度 跟非洲人民一起戰鬥 這個戰鬥不是說嘴巴 是直接有軍事顧問在裡面 安哥拉的追求民族獨立 國家獨立 非南非的AMC 所以當初要驅逐白人 隔離主義政權的 都有中國大陸的軍事援助 這個影子 所以當時跟很多非洲國家 是有很強的一個價值 價值這種考慮率在裡面 所以我們不要現在看 中國大陸外交 當時是從這個角度的 那在六五年的時候 就基本上坦桑尼亞就花了 三億美金 修一小坦戰鐵路 一千多公里 你要知道非洲要經略非洲 我自己去過 我還去過幾個非洲國家 當然不能說很多啦 去過好幾次 我覺得在非洲這個工作 推展工作 我是很佩服 為什麼你知道 我們曾經有個友邦 我去過他的首都 真的降落的時候 我還看飛機下面怎麼搞的 看不到什麼 那住到他那個旅館裡面 他最好的旅館住進去 一走出來 院子裡面好大一個蜥蜴 就是那個野生動斷 你會怕的 然後我們去一定要打什麼 打很多疫苗 還有一個最麻煩的是瘧疾 很多人得了瘧疾 瘧疾你要長期吃藥 你要在那邊工作 你要長期吃藥也蠻麻煩的 然後非洲一段時間艾滋病很嚴重 艾滋病很嚴重 那就變成艾滋病 就是說代源者他自己不知道 他可能要一個感冒就掛了 他沒有抵抗力 那很多國家說 那時候有些國家啦 說你們艾滋病比例多少 他說四成 可能更高 十個人有四個都愛滋病代源 所以你要在那邊工作 事實上你要開展不容易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 經略非洲這幾十年下來 真的是 第一個很持續 目標很清楚 第三個 然後呢 怎麼講呢 也得到非洲國家的肯定 跟信任 信任 那前一陣子有這個 我好像是蓋洛普 做的民意調查吧 大部分的非洲年輕人 認為最好的朋友是中國 當然第二名還是美國 然後講到就是說 對非洲最有影響力的 第一名又是中國 這是對非洲整個 所有五十四個國家做的 追星 追中國明星 對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 就是拉近了信任感 跟認同感 那當然就是說 另外一頭 我們來看一下西方的視角 那介老師 從整個大的一個 全球視角來看 那從西方的視角 當然就是戴著一個 特殊的顏色的眼鏡 那因為這次的峰會 真的是辦得蠻盛大的 你看到非洲五十四國 五十三個是成員國 只有史瓦地尼不是 這個大陸翻譯成斯威士蘭 斯威士蘭 對 我們史瓦地尼 應該是台灣的邦交國 跟大陸沒有邦交關係 所以沒有去 那你看到BBC的報導說什麼 他說在這個峰會當中 中國的存在感 是哪三方面呢 鐵路債務跟軍事合作 那法廣的一個報導說 大陸是希望能夠要 保有非洲的供應鏈 讓西方失去合法性 那路透的報導說 是因為大陸產能過剩 所以要去爭取非洲的市場 你怎麼看待這些西方視角 我覺得中國人跟這個 所有世界國家交往的時候 沒有那麼現實 那中國想到那個形而上的面 是西方完全沒有辦法 去想像的 就是說他們認為 國與國間只有利益的 沒有任何的這種理想 除非我要把你怎麼樣 把你怎麼講呢 就convert 就是說我把你 把你讓你歸依我的信仰 那個是有一個道德的目標 其他的話就是怎麼樣 就是征服 然後最後剝削你的資源 所以這個非洲國家 大部分都被殖民了 殖民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說剝削還是小事啊 他還在非 歐洲國家在非洲犯奴數百年啊 他們把這個非洲人 當貨品一樣到處的賣啊 當做奴隸的賣嘛 所以這種事情 中國人是做不出來的 那中國大陸現在講到 我覺得就是說 習近平開始提出來 就是說這個概念 就非常中國的 就是命運共同體 對 大家都是什麼 明包物語 你雖然遠 可是呢 我們還是有共同性 其實這個命運共同體的 這個表述 對非洲的還早於 這個中國跟阿拉伯國家 還有拉丁美洲國家 最早 是最早的 最早 那中國大陸事實上的話 我覺得就是說 自己有一口飯的時候 也都沒有忘記支持非洲國家 幫他們 那時候就是說 60年代的時候 你看就已經幫他們 修了很多這些經濟建設 然後還有很多非洲的學生 到中國的大學去留學 那都是看得很遠的 然後呢 也有中國大陸 刻意的跟這個非洲 要進一步建立 更緊密關係 很多做法 那可是整體來說 就變成就是說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成功以後 那麼非洲跟中國大陸 從一種戰略上的夥伴關係 現在變成經貿上的夥伴關係 所以我覺得今年在這個 在這個北京開的 這個中非經濟論壇 你可以看出來 中國大陸又重新體認到 這個跟非洲關係的 對中國大陸的重要 非洲也找到一個新的方向 那我最近看大陸 做很多的文件 我覺得我對他們 有某一點蠻可能 就是他們對於目標設定的能力 非常強 目標設定 目標設定 就是說你一群人 或者兩群人 我們現在坐在一起討論 到底要幹嘛 是為了討論而討論嗎 一定要有個目標嘛 所以我覺得 它的目標設定是非常精準 中國大陸從十四五 規劃啊什麼 最近我看了他們辦文件 我覺得這個政府 搞目標設定設定非常好 那我也學過目標設定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做法 有一點像這個 幾乎像教科書式的 這種標準做出來 這一次開會 你看他就講了 他說主題是什麼 攜手推進現代化 現代化這四個字 在中國走了四十年 鄧小平上來講 就講中國四個現代化 非洲何嘗不講現代化 可是非洲過去 誰敢講現代化 非洲離現代化距離多遠啊 我去過非洲 真的非常非常落後 真的是非常非常落後 城市都不會進步到哪裡 那鄉下更是 非常非常的原始 可是今天中國大陸 跟非洲共同設定的目標 就是推進現代化 當然是中國協助非洲現代化 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目標 過去歐洲人在非洲幾百年 非洲從不是黑暗大陸 變成非暗大陸 這我看過一本書寫的 非常清楚 然後歐洲看起來 給非洲很多的這種資源 結果我前一陣子 有一本書很紅 大概十年前 一個女的學者寫的 非洲人寫的 他那個書名叫 dead aid dead就是死亡 aid是什麼呢 協助 就是說援助 他說歐美給非洲的 這種援助是什麼 促進非洲死亡的援助 也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poison gift 就是說有毒的禮品 他這種協助 是讓你不發展 而不是讓你發展 然後是讓你被他永遠控制 而不是擺脫他的控制 那這個跟中國完全不一樣 中國大陸這次推動他的現代化 還有一個 共足高水平 中共這個命運共同體 然後這次我聽中國大陸 他們的那個副外長出來講 說這次主題四個 討論我們開會 做一天兩天 大家討論主題 一定有一個要監導 議程四個主題 第一個就是治國理政 治國理政這四個字 我想了很久 我想通了你知道 那就什麼 跟非洲國家共同分享 中國的發展模式 中國的成功模式 也就是說很多非洲國家 會已經在開始覺得 就是說他們 他們也在追行自己的現代化 可是他走西方的路 沒有成功啊 他找不到一個模式啊 那他走共產主義 他也沒有成功 他過去走不管是左是右是中 他都沒有成功 他現在看到中國 事實上也是從一個 這個比較低的起點下 從經濟發展 國家現代化還是走 所以我覺得這個治國理政 我覺得這個等於就是 在深入探討 中國過去改革開放以後 這個快速達成四個現代化 那個走的路徑 跟他的經驗 怎麼樣跟非洲國家分享 那這個是很多 第二個就是說談 工業及農業現代化 工業化及農業現代化 那已經跟非洲人講說 你們要走工業化 因為工業化是你這個國家 你是國家發展的 唯一的一條路 然後你現在農業 農業這幫你現代化 不是很清楚 然後第三個他講和平安全 我覺得這個東西 和平安全也就變成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是中國 對大陸對非洲的承諾 大陸的非洲過去 幫你反帝反職 也出錢 出力 出人 出兵 出武器 那現在是什麼呢 現在是幫你達成和平安全 那和平安全 尤其安全這一點的話 就軍事合作了 我協助你軍 我協助你的內部安全 跟減少外界對你的威脅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 很符合現在非洲 然後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是一個 很成功模式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會 一點都不巴股 一點都不行遲 那幾個議題 我看他們最後要有共同聲明 還有一個三年 這個所謂的路徑圖 那一定又是確定了很多 具體的一個目標 對 當然對於非洲來講 發展經濟是一個很大的目標 我也想讓介老師看一下 就是說這個非洲在最近 它的這個非洲出頭天了 它的整個經濟一下子起來了 那當然西方就會認為說 因為現在中國經濟不佳 感覺上就是說 希望把自己的這個市場 能夠更大的放在 比方說最近希望 非洲買很多東西 我看到很多視頻 非洲確實從義烏買了很多東西 買了他們的很多車 也買了他們的很多手機等等 所以非洲的市場 能夠讓中國目前的經濟問題 能夠有一些緩解嗎 那另外我要問一下 非洲的中產階級 增數也很可怕 它目前已經突破了三億 每年還在增加五百萬 這跟它的想像 剛好是不太一樣 你怎麼看 對 其實非洲一直有一群 每一個國家都有一個菁英群體 這些菁英體體 都是原殖民主義者 幫他們訓練的人才 對 那我曾經看過一本書 講非洲 它說 其實這些歐洲國家 對非洲的援助的數額 是那個數額算得很精準 就是讓他們過去所培育的 當地的非洲精英 還願意留在非洲 繼續在那個國家裡面生活 然後去確保這些 這些殖民國的利益 有人幫他們繼續的 看管跟發展就是這樣 這個說起來是很現實 很恐怖 這個殖民主義國家 到現在還在控制 我一年給你三億美金 三億美金算好了 就是這一批受他們教育的 這一批這個國家的精英 它還可以過一個像樣的生活 讓它不會想說 我就搬到法國去住 我就去比利時住 我還留在這個地方住 然後有一個體面生活 可是非洲這些國家 近幾年它的生活起來 這些精英以外 它的所謂的商業群體 就是說從事商業工作 也起來了 所以我覺得非洲的整個 它的統治結構 慢慢正在改變 因為你一定要你人口的 本身的它有一個富裕的程度 它不是依賴於這個政治 體制來生存的話 那這個國家是會 所以才會有進一步的 所謂的這種 自己獨立自主發展的機會 那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就變成就是說 這個就是中國大陸的機會 那從經濟來講的話 事實上的話 我覺得就是說 中國大陸這次講 推動現代化 然後工業化 農業現代化 我認為現在的非洲國家 已經不是打高空了 打高空了 那中國大陸本身 過去跟非洲的經濟 一向高度強烈互補 強烈互補 那非洲有原料 然後各種的這種原物料 中國大陸有這種 各種不同水準的這種 民生必須的目的 我給大家補充一下 主要是因為這個論壇 24年了嘛 所以最近大陸媒體 特別是央視 它用圖表的方式 給大家整理出 這24年來的一些成果 比方說南非離的進口 落離等等 這個增數都很驚人 雙方的這個貿易往來 然後這個貿易夥伴國的 這個能量等等 所以大家如果好奇的話 今天時間來不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陸媒非常清楚的 用表格給大家整理出來 那另外我要看一下 最近就是說 全球南方 南方是一個熱詞 我們討論過很多次 你怎麼看待習近平 在發表談話的時候 講說希望共同發出 全球南方的時代強硬 這點引發很大的討論 對 全球南方 現在基本上就是說 和平與發展是正道 這些國家要和平 要發展 另外一個要怎麼樣 要不去干涉 別的國家的內政 然後要發揮聯合國 各國及世界各國際組織 在治理全球事物的時候的功能 第三個要按照國際法來辦事 第四個要尊重文明之間的多元性 這些就是第三世界國家 我想幾次 尤其我們最近看很多 第三世界國家的有關的宣言 還有就是說 金磚也都是這樣一個立場 所以這些價值跟西方不一樣 西方第一個政治 只有它美式 歐式的 這種政治體制 是唯一有存在價值的 其他的他都要推翻的 第二個他可以隨時 干涉別的國家內地 第三 第四個 文明之間衝突的很厲害 這是美國自己的學者 Huntington講的 他說文明是衝突的 那問題中國大陸 帶跟西方國家的 文明是共存的 這但最近我看大陸 一個學者講得很清楚 因為中國本身基本上 中國就是多民族 多文明的一個國家 本身56個民族 有各種不同 有回教 有佛教 有什麼基督教都有 那中國基本上就是一種 體現多元文明共存的 一個本身一個國家 所以我覺得就變成 這種價值現在在 尤其對整個南方來講 是共存的一個共同價值 那在中國大陸 我覺得更能夠把這些 這些共同的價值的元素 把它更精準的 把它形塑出來 然後就變成 中國大陸還是全國南方的 一個領導國家 不但在經濟上 給這些南方國家值 在整個發展方向 也指出一個很明確的路 什麼叫全球南方 它不是完全從什麼 你的GDP多少 這樣子來看 因為很多國家基本 那它共同精神價值是什麼 根本就是這些 所以我覺得就變成就是說 對中國大陸來講 習近平一直 我看這次 習近平對這個會議 非常重視 為什麼 因為其實對中國來講 習近平不斷講的就是說 這個百年會有一次大變局 中國更需要在全球的戰略上 那麼有一個強大的南方國家 那麼非洲國家過去 基本上它在政治上 體現了對中國的重要性 比如說重要的表決案子的時候 非洲國家幾乎一律 都站在中國這邊 那現在如果未來 中國跟西方國家 美國為首西方國家 面臨攤牌的時候 西方國家美國為首 用經濟的方式來 對付俄羅斯方式 對付中國的時候 中國現在必須要立刻 快速的分散 它的經濟的 這種所有的連結 那非洲國家是一個很重要的 去年非洲國家 跟中國的整體貿易 2821億 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那也是我覺得中國不管在原物料供應 還有市場的這個開拓 還有投資方向來講 我想對非洲 對非洲的貿易 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那也是我覺得中國不管在原物料供應 還有市場的這個開拓 還有投資方向來講 我想對非洲是一個有寄予很大的厚望 那支持中國全球戰略 還有準備將來跟西方做一個對決的 中國當然是不 大陸中國人是不喜歡跟人家做任何對決的 可是對方是已經重兵在你的前面了 那你怎麼樣去面臨可能的 對你的今天把這個 惡無戰爭解決 如果下一個就對中國大陸了 就透過台海 這是很有可能的 是不是 那你怎麼樣做一個準備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整個非洲54個國家 政治的取向很重要 對中國將來跟西方 某些時候對決的時候 它的立場跟態度很重要 第二個真正在經濟的對抗的時候 比較二元化對抗的時候 那非洲站在哪一邊也很重要 對 但我覺得有今天的這個成果 我們還需要講 這是一個非常長期的努力跟佈局 而當時這個努力並沒有基於 極高的一個現實 就是說我要從那邊得到什麼好處 而是用給的這個方式 所以我覺得在這樣 其實還是一個儒家的人文思想 所以我覺得才會在今天開花結果 好 謝謝大家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合護您 合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換光清爽高防曬凝露